有一位小伙伴说 马上就要去法国留学了 不知道第一次去法国要带哪些东西 希望UP可以出一期相关的视频比心 好的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到法国留学到底应该带哪些东西呢 那么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证件了 护照和签证的话 这个就不用说了 大家都知道的 然后最最重要的东西呢 就是在法国办理居留啊 他们是要求一个叫做出身公证双认证的东西 可能这个东西啊 每个城市办理的要求就不太一样 当时我办理这个呢 是去当地的公证处办理的 我去的时候呢 他们是给了我一个材料的清单 准备过了之后呢 大概是等了十来天的样子 就拿到这个出身公证双认证了 然后这个东西呢 是一定要带在身上的 因为到时候办居留的话 是一定会要求的 然后其次呢就是银行卡 银行卡的话 我是建议大家在国内办一张那种 在境外取款 每天第一笔是免手续费的 这种银行卡是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普通的银行卡的话 你在国外取钱的话 这个手续费是相当的高的 然后到了法国之后呢 你到法国银行再开一个账户 然后你就会有一张法国的银行卡 因为法国这边的话 不管是吃饭买东西啊 还是什么的 基本上都是刷卡的 大家都很少带现金在身上 但是呢有一点要注意的 就是说法国银行这边 他们是很不喜欢你存现金进去的 就比如说你刚到法国的时候 你身上可能带了很多的现金 然后呢你想着我去法国银行开了这个账户之后呢 我把这个身上带的现金存到这个法国银行卡上行不行 答案是不行 因为我身边就是已经有几个小伙伴中招了 就是他们把自己身上的现金存到这个法国的银行卡上面 结果呢第二天银行就把他们的账户给关掉了 当然这个也看银行 有的银行呢你存个一次两次没关系 但是你存多之后呢你就会有麻烦 然后有的银行呢是你直接存一次 他就会把你的账户给关掉 因为法国这边呢对于洗黑钱管的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他们认为呢假如说你突然在你账户上面存一笔现金的话 他们就会觉得这个现金是来路不明的 但是呢就算他们把你的账户给关掉 他们也不会把你的钱给私吞下来的 只是说你后面还要花时间和精力去跟银行解释说 这个钱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因为他们会要求你出具一个资产来源的证明 所以我建议刚来法国的小伙伴呢最好是不要就是存钱到自己的法国卡上面 就是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反正说到底呢假如你想往你的法国银行卡上面存钱的话 最好是叫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家里人 就是从国内直接给你汇到这个法国银行的账户上面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然后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药 假如你的体质不是太好 就是平常比较容易感冒发烧或者是比较容易水土不服的话 建议你还是带一些国内的药过去 因为呢在法国的话 虽然在药店里可以买到一些这样常规的药 但是呢药店里面卖的药 药性都会相对来说就是比国内的药的药性要弱一点 因为一些药性比较强的一些处方药呢 都是需要医生开这个药方给你 你才可以去药店买的 所以说你要去看医生的话 还要提前预约 很多的医生呢 你预约之后啊 其实还要等个一两天这样 所以就会很麻烦 然后再加上有可能法语又不是太好 所以就跟医生有时候就会有一些沟通困难 所以说还是建议你们带一些常规的药 像什么感冒药啊 拉肚子的啊 然后还有创可贴可以带一点 因为有时候搬家啊 搬东西啊什么的 有时候会弄伤手 但是呢也不用带太多 然后水土不服的药也可以带一点 然后如果你是像我一样 比较容易上火的体质呢 也建议你带一些轻火的药 然后接下来就是姨妈精 其实用习惯了国内的姨妈精之后 到法国来 你会发现法国的姨妈精 都是没有那种尾翼的 就是说它其实有很长的那种 就是夜用的很长 但是呢就是一长条 后面呢就是没有尾翼的 所以说像我这样睡觉 比较喜欢动来动去的人 就会很没有安全感 所以说如果你是习惯用那种 家常带尾翼的姨妈精呢 最好是从国内带一点过去 因为法国真的是没有 就是一个光秃秃的一个姨妈精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关于电器类的 先说一下手机 如果你是苹果粉的话 一定要在国内买好新手机再带过来 因为法国的苹果手机比国内还要贵 因为当时iPhone X出来的时候 我有对比过国内和法国的这个价格 但是具体是多少 我已经忘记了 反正法国要比国内要贵出大几百的样子 所以说你千万不要想着你到法国来再买手机 是很不划算的一件事情 然后还要带的就是充电宝 因为法国的充电宝呢 长得都蛮丑的 然后呢又贵 国内的话像某宝上面的充电宝 有很多很好看的 而且价格又比较实惠 所以说建议你从国内买好了带过来 然后还建议大家买一个电文拍过来 因为法国夏天的文字是非常非常大的 反正要比国内的文字要大一号 然后这个电文拍呢 不光可以用来拍文字还可以用来拍一些其他的虫子啊什么的 反正呢 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这个电文拍是蛮好用的 因为我比较害怕虫子 尤其是你一个人住的话 这个电文拍你是一定会用到的 相信我 然后还要建议你们带的是那种多功能的小电饭锅 因为法国这边呢 要么就是那种很小的那种电饭锅 就是那种只有一个按钮的 然后还有呢 就是那种多功能电饭锅 就是什么功能都有 但是呢就是非常大一个就是家庭型的那种 就在法国你找不到一个电饭锅是介于两者之间的 所以说如果你在国内可以找到那种很小的一个 然后功能又比较多的那种电饭锅呢 就建议你可以带一个这样的 因为真的超实用 然后说到电饭锅呢 我就想到餐具了 餐具的话我觉得你们筷子是要带的 因为法国这边我暂时没有发现哪里有卖筷子的 勺子呢是有的卖的 然后还有呢就是那种饭盒 假如说你想要自己做了饭然后带饭到学校里面去吃的话 其实法国这边有那种乐扣乐扣的那种饭盒 假如说你喜欢那种简单型的那种的话 就是不用带了 这超市里面就有的卖的 如果你喜欢那种很可爱的那种饭盒呢 法国这边是没有的 所以建议你买好了带过来 然后刚才忘记说了 法国的插座呢是像这样两个孔的 所以你们记得要从国内买两个转换插头过来 那如果你带的小电器比较多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买一个欧标的转换插牌 然后我们就要来说一下衣服 就像我之前在国内我就比较喜欢网购 我就很少去商场干嘛的 所以说我买衣服呢就不会太贵那种 然后到了法国之后你会发现这边的衣服真的是超级的贵 就比如说我经常穿的那种连衣裙啊 你去商场里面看那都是100欧往上走的 所以说法国这边的衣服呢 真的是只有打折的时候你才能下得去手 那你可能要问那法国人他从来都不会网购吗 其实法国这边呢也是可以网购的 这边呢也有一些像淘宝这样的网站 就比如说La Redoute和Trois Suisse这两个网站呢 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上面衣服呢都不太贵 但是呢问题就是说我经常是在上面刷了半天 就是没有一件看得上的 怎么说呢我平常穿衣服的风格呢 就是有一点偏日韩风 然后法国这边的衣服呢都是欧美风 就是他们有很多那种素T啊什么 就没有任何图案的T恤啊 然后一些很简单的牛仔裤啊短裤之类的 这些衣服呢全都不是我的菜 所以说真的是很少有能看中的衣服 所以说如果你跟我一样平常比较喜欢网购 而且呢穿衣风格又是比较偏日韩风的话 那就真的建议你在国内多买一点 因为法国的衣服真的超级的贵 然后最后要说的呢就是化妆品和护肤品 假如你习惯用一些欧美的牌子的话 法国这边你是不用担心了 那个私服栏里面真的牌子超多 但是呢假如你习惯用日韩类的护肤品的话 那法国真的是没有卖的 大家都知道的老佛爷百货是前一阵子才开了一个雪花秀 之前的话就是完全都没有日韩的牌子的化妆品的 根本找不到 所以说如果你用日韩牌子的话 最好是多囤一点 然后带过来这样子 然后再说一下不需要带的东西 第一个呢就是证件罩 因为法国的证件罩都是那种两寸白底的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带了一大堆的证件罩 但是呢到最后一张都没有用上 因为法国这边很多的地铁站里面都有拍那种证件罩 而且很多地方换居留 它都是要求你要在这个机器上面照那种 法国标准的证件罩 所以国内的一些证件罩呢 即使你是白底的 有时候也可能用不上 所以我真的觉得证件罩就不用带了 因为在法国的话 照起来是很方便的 很多地铁站都有 然后还有一件总是就是说 当时我来的时候身上带的欧元现金呢 都是那种大面额的 因为当时银行给我就是那种很多张500欧的 但其实说500欧在这边真的是花不掉 所以说如果你身上带欧元现金的话 一定要记得带小面额的 好啦 去法国应该带的和不应该带的呢 都已经说完了 如果你有什么东西是你正在犹豫说 到底应不应该带这个呢 那就在评论下面给我留言吧 好啦 接下来呢就是回答问题的环节了 在B站上面有一个小伙伴叫做笑脸猫 你结尾说了你会看 那么你能告诉我法国是否能合法持枪呢 在法国的话 我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有合法持枪这件事 然后呢我也是请教了身边的法国朋友 他们告诉我的答案呢 法国对于枪械的管理是非常非常非常严格的 那如果你想要合法持枪呢 就需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有成年 没有精神疾病 没有过犯罪前科 要有猎人症或打靶症 而且只能打猎或者打靶的时候用 有打靶症也只有某些手枪可以带 平时呢是不可以使用的 而且在城里面 如果你把枪放到车里面被查出来的话 肯定会进派出所 即使你掏出猎人症也要被拘留 所以呢在法国合法持枪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阿卜主好 请教下是不是说游客多或者是大城市的地方治安才不好 那其他地区呢 比如说贝桑松这样的中小城市 还有如果被抢报案的话 警察的破案效率怎么样 也是蛮巧的 刚好我有朋友就在贝桑松 据我朋友所说呢 贝桑松那里的治安还是比较好的 比较少听说有被偷被抢这样的事情 那如果被抢 警察的破案效率怎么样 我只能说在巴黎的话 警察的效率真的是不怎么样 因为有一次我有一个女生朋友在街上呢 就是被抢了手机 然后当时呢就立马就报了警 后面呢警察就把我这个女生朋友带到警局 做了一下笔录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所以说在巴黎的话 真的是不能指望警察太多 好啦今天这一集呢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在下面点个赞 让我知道 你也可以帮忙分享 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最后呢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已经订阅了 那我们就很快在下一集见面咯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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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